什么发型 天哪 我这什么发型 本来不是这样的 乖 本来不是这样的 相信我 本来老卷了 我跟你讲 本来是像那个卷毛狗一样的发型 是卷到这儿的 但是我回来睡了一觉 就变成这个样子 不是异域风情 是是是 对 本来老可爱了 睡了一觉睡塌了 就这样吧 都怪我刘海太多了 很烦 刘海太多了 所以就变成这样子 不是中东风 是日系风 搞不来搞不来 果然搞这种卷毛狗发型 就得染染色 本来不是这样 本来老卷了 可爱死了 在这儿 非常卷非常卷 很像那种贵宾犬 贵宾肥狗 就这样了 行吧 凑合看吧 就这样了 不要 不要 烦人 不要了 不要了 有卡子吗 不要了 搞上去 下个蓝蛋的 对啊 我今天又拍了米娜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昨天上次拍的米娜呢 对啊 我今天又去拍米娜了 而且我上次 我不是研究桑 我是昨天去那个迪士尼喊的 死喊的 对 我今天又去拍了米娜 上次拍的那个米娜呢 是复古优雅风 然后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我 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工作人员跟我说 已经看到我那个照片了 他拍的非常好 非常有那种年代感 我说你给我闭嘴 我才14岁 你给我闭嘴 对 拍出了当年那种风情 优雅复古的感觉 然后到现在 对 今天我去拍的 跟他就是 非同寻常的 跟我平常的形象也很像 因为我上次拍的是复古嘛 我以为这次可能 又是拍的那种乱七八糟的 搞怪的 结果这次拍的是美妆时尚 我说哇 我说真的是 很适合我耶 他幸好他肯定不知道 我最近买了一个非常假的假眼影盘 对 而且我觉得 下一次米娜可能要让我去拍 性感泳装了 你看拍过复古 复古优雅 又拍过那个美妆时尚 下一个 你往下顺延一下 最适合我的 难道不是性感泳装吗 还有什么呢 没有了 别的已经配不上前两个了 如果下次再拍一个 普通的主题 我觉得打脸了 对 我的 我的那个潜力无限 我的能力就无限 再拍一个普通的 我觉得有点 愧对于我 愧对于我的发挥了 对 像是觉得很气啊 嗯 然后今天拍的 很 还行吧 拍的挺好的 本来做了一个 那种 大波浪 然后 卷卷卷 结果我看了一眼 然后 又拍了一张 把摄影师吓死了 有点像没睡醒 太慵懒了 有点 确实没睡醒 一大早上去坐了好久的车 我们堵车 堵了快两个小时 确实没睡醒 但他说活力一点 然后就做了 就搞了一个 发型 搞了一个很活力的发型 而且我说把头发扎起来 一定要扎单马尾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昨天去那个 去迪士尼的时候 我看到我们木兰姐姐 我们花木兰姐姐 她就是把头发扎起来的 非常的英俊 非常的英挺 非常的挺拔 非常的漂亮 我说我一定要做一个 和花木兰同款的发型 我要把这个头发 都弄上去 把刘儿都梳上去 我要替父从军 我要替赵月去打仗 对我要替父从军 以后 7th and 6th没有赵月 就是我 我在那替她跳 替父从军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的典故 替父从军的典故 怎么解释呢 就是张雨昕替赵月去7th and 6th当C 这叫替父从军 替父当C 你看 我头发搞起来的 你看 花木兰 我昨天就搞错发型了 我昨天就应该把头发卷起来 就搞成这样 然后去见我木兰姐姐 我木兰姐姐才觉得 看到了同类 才会觉得我是真心喜欢她的 我的整个妆容发型 都在模仿她 就知道我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她 所以昨天木兰姐姐一直在看我 又看我 一直在看我 非常的可爱 木兰好可爱 喜欢 喜欢 喜欢木兰 下次还要去木兰 而且 我这次去迪士尼 我上一次 是什么时候 嗯 一个月前吧 那个 娜娜和 佳爱 娜娜和佳爱说 要去迪士尼 然后问我去不去 我说不去 我说太累了 而且我觉得 那么早 去一个游乐设施 我上次去过了你知道吗 我上次去过了 体验不好 因为人太多了 我觉得不想去了 我说我们那么早去 就只能玩三个项目 然后在一个幼稚的 大家穿 扎扎穿着也很 很奇怪 然后 在一个幼稚的环境里 幼稚的氛围里 看着那些玩偶 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而且那个玩偶 你都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样的人 那个玩偶也不会动啊 就是肢体动 它面部表情都不会动 你怎么知道 它都跟你是真心实意的 还是在背后 在那个玩偶里面 那个真人 那是对你翻白眼的 你怎么知道呢 你感受不到爱啊 因为它是一个玩偶 然后我说不去 我说我不会去的 然后那个 那加拉娜娜娜非要我去 我说不去 我死都不去 然后后来他们来 我决定自己去 结果 票买完了 真的厉害 这两个队长真的很厉害 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 真的是思维缜密啊 明天要去 今晚晚上12点 说去买票 我说你们想一想 你是去迪士尼 你是去鬼屋吗 你是去幽灵船长吗 晚上12点开放门票 有这种事情吗 结果他俩没去 爆料他俩 对 然后这次去的时候就是 就是跟那个 跟娜娜 赵月 发卡 还有佩奇儿一起去的 然后当时 邀我一起去 我就去了 去的时候 去的当天还在想 也没什么好去的 就当陪陪大家吧 就当跟朋友们一起出去玩乐吧 委屈一下自己 结果一到那里 不行了 真香 真好玩 真好玩 因为人少你知道吗 我们去的时候是雷暴 一直在下雨 也没有下雨 一开始去的时候艳阳高照 而且我们买完票之后 买完票之后 就那个孙瑞问我 他说你明天去哪 我说我明天去迪士尼 他说你知道明天雷暴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你那一行五个人里面 有人知道明天雷暴吗 我说 应该没有吧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不会买票了 然后我跟他们说 我就去查 我就去查那个天气日报 我说完蛋了 我说明天雷暴 我们去不了了 结果娜娜说 啊 票已经买了耶 又是娜娜 娜娜就是 就是吸取了上次的经验 你知道吗 上次就是买票买晚了 去不了了 结果这次老早的 我刚订完就把票买了 又是你娜娜 做得好啊 真的是思维很缜密的一个 考虑的很周详的一个朋友啊 真的很棒 然后娜娜把票买了说 然后她一查她说真的耶 确实是雷暴 我说我咋办呢 她说不行 票退不了了朋友们 硬着头皮去吧 为了我们这三百多块钱 三四百块钱 一定要去 我说行吧 咬咬牙去吧 就为了这些钱 当时已经不是为了玩偶了 对 如果是为了玩偶的话 就不去了 保命重要 雷暴耶 你跟米奇米尼合影的时候 天上劈下来一道金雷 把你劈碎了怎么办 然后米奇米尼 外面是有那个玩偶服的 人家可能还能狗活一下 我们怎么办啊 对然后后来就是不是为了米奇米尼去的 结果是为了 为了那四百块钱 为了四百块钱门票费我们才去的 结果去到那就是 去到那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已经一扫 当时悲伤的阴霾 商量好了 每个人都穿罗装 然后 你知道娜娜也有罗装 我有 我的罗装是 不知道从哪里找到的 我是在我的那个 就是我的生日礼物嘛 就是说 拆生日礼物一直都没有拆 然后昨天我把那个 袋子拿回来 我想要 就准备拆嘛 拿回来的时候 有一个很漂亮的粉色的盒子 突然倒下来了 我一看 是一套粉色的罗装 我说天哪 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暗示 暗示我一定要穿罗装去迪士尼 我就跟他们说 我就 我就窜导他们 我就怂怂他们说 大家都穿罗装吧 可爱漂亮 因为那时候发卡还在纠结 他说到底穿罗装呢 还是穿JK呢 我当时在想说 两个我都没有 我说我那JK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罗装我也不知道去哪里 然后就穿过一次去迪士尼 又不能再穿另 再穿一次去 大家就会以为我没有衣服穿 虽然确实是这样 我在想 刚想完 还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 衣服从天而降 这老天爷给我的圣旨 我说好 我说我们穿罗装吧 罗装很漂亮 我说罗装穿起来的那个氛围 很适合迪士尼 然后大家就开始穿罗装 然后赵玉也不行了 赵玉急死了 赵玉说 我没有新的罗装 我的衣服都穿过了 当天去那个商场买的 死买 疯狂购物 买完了很快乐回来 在那死世 都因为我 因为我从天而降的罗装 让大家都要穿罗装 很过分的一个人 对啊 然后去迪士尼 怎么说呢 我们早上去的时候是 艳阳高照 我当时还在想 我说天气预报应该出问题了 要不然就是因为上海很大 我定位定在我们中心的地方 所以中心要下雨 那我们现在去迪士尼 迪士尼离得那么远 我们坐车坐了一个半小时 所以我们这一个半小时呢 相当于是两个地方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一定不会下雨的 结果到中午 刚吃完饭 哗哗哗雨就下了 然后本来是我们知道下雨 每个人都带了一把伞 赵玉没有伞 而且我们出门看了一下 艳阳高 艳阳高照 赵玉他也没 他是想说反正也没问别人借 他想说肯定不会下雨 他就没有借 他就这样撑着我那把小伞就去了 我撑着一把非常小的小伞 就是在那个 在那个什么来着 在香港的时候 零了一个半小时那把小伞 那么小 就那么一个小伞 就因为我们这裸装嘛 裙子很砰 连我那个裙摆 都塞不下那把小伞 赵玉整个人塞了进来 然后打着我们两个 穿着砰砰裙的少女 只有只有头是进来的 每个人湿了半边的身子 让我想到在香港惨痛的旅行 对 而且我们不是 卡了吗 刚有个电话 有卡吗 现在好了吗 好了 刚有个电话 外卖 外卖吧 然后我们就去那个 就打伞了 打伞就过 就是我刚才说完打着 说那个 我们每一年拍那个MV的人 都会在那个拍MV的所在地 给粉丝买礼物 然后给分送给粉丝 我这次准备了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礼物 我把我去香港 不是去香港买了五把伞吧 我去 我把我们在香港的时候买的一把 最大 最漂亮 最实用 最扎实的那把伞 当成礼物了 哎呀 是不是不能说呀 能说吗 这样是不是没有新鲜感了 就这是要拍卖的呀 哎呀 哎呀我这样破嘴 是不能说吗 是拍卖了之后大家才知道吗 还是当时大家就已经知道 送的是什么的在卖 比如说孙芮买的是 哎呀不能把孙芮点说出来 孙芮买的是 紫金花的花灰 然后张雨晶晶送的是伞 这个知道吗 还是说大家不知道 盲菜盲选 知道吧应该知道 好了别装了不管了 反正我就把那把送给大家 我觉得这个很有纪念意义 结果我当时去楼下的时候 那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就统计嘛 统计就说 他说 他说什么 每个你们都送的什么呀 我就说 我把我送的伞 结果被我们植物总听见了 我们植物总在旁边 就是教育 教育他的 教育他的后背 植物总教育新入职的后背 不是我们的后背 是植物总的后背 带新人了 我们植物总 开始奶后背了 你知道吗 把他们提携上来了 已经开始教他们工作的常识 教他们工作的态度了 对让我们植物总培训 你现在知道我们工作人员 为什么就职业素养越来越差了 因为我们都是植物总在培训 然后 就教那个 教他的后背 怎么样在这里工作啊 什么样的工作态度之类的 然后就听到这句话了 一下子就不行了 就说什么 我张雨昕 说你给粉丝送伞啊 你这寓意不好啊 这是说散就散啊 这是要散啊 我说植物总 这话不能这么说 我是觉得伞 就代表着我和粉丝两个人 肩并肩 心连心 我们是彼此的依靠 是雷暴天 唯一的心灵的支柱 这是支柱啊 是支撑啊 这是一个支撑的 你看这伞不撑起来 不是支撑吗 对让我们一起 有福同享 有烂你当 有难你当 因为我就把伞给你了 所以这个雨就让你去领吧 对啊 哪有那么多迷信啊 封建迷信 反正你觉得如果寓意不好 我说 然后就人家教育我 你知道吗 气人 我然后就说 我说 然后他说你说 天花乱坠也没用 这个寓意就是不好 我说这寓意怎么不好了 我说不定 最后买我这个伞的 就是拍我这个伞的是个外国粉丝 然后外国人 根本就不知道伞是伞 然后外国没有这个谐音 这都是你自己在这里 自己骗自己的封建迷信 我说你怎么知道 没有外国人买呢 对 反正 反正这个寓意不好 那你就不要 你就别买 你退货吧 你还给我吧 我还挺喜欢那把伞的 给我气的 气死我 是不是很烦人 吹毛求疵 能 你看我想这个礼物多好 我是用心 我就非常用心的在想 到底要给什么 我本来想着 我本来在香港买了一双 乱七八糟的那种 不是乱七八糟的 就在香港的一个 宅男一条街 在香港的宅男一条街 买了一个那个 小那个 蜡笔小心的拖鞋 本来想就是 当成粉丝的礼物给粉丝的 结果那个拖鞋 回来我拆开一看 就是质量有些堪忧 感觉自己买到假货了 我真的是 假货小天后 对质量有些堪忧 所以我就没有 没有买 我就想那要送什么 有意义的呢 而且我现在已经不在香港了 然后我就想 那就是 在香港跟我拥有 共同回忆的这把伞 在我就非常困难的时候 支撑着我 就是 是我在困难的时候的 唯一的曙光 那就把这种精神传递给大家 不挺好的吗 哪有什么那么多 乱七八糟的封建迷信 封建迷信要不得 我刚拍完米娜呀 拍的是美妆时尚 很漂亮 然后 讲到哪里呢 讲到去那个 去迪士尼 后来雨就太大了 我们就在迪士尼买了那个 雨衣 买了非常可爱的雨衣 然后赵月买了一把伞 好贵哦 买了非常贵的伞 然后我们去玩了那个 因为就是 因为雷雨天嘛 很少会有朋友 就像我们一样 外出 不看天气预报 所以 去迪士尼的那天 人挺少 人真的很少 我们玩了六个项目 哪六个项目 跟你讲一下 第一个是那个 嗯 杰克船长 杰克 谁呀 谁呀 谁开了我的门 渐渐的笑了两人就走了 我吓人了 是我的幻觉吗 是谁 可怕啊 什么鬼故事啊 纳豆曾经找我来了 害怕啊 纳豆你走 第一个是那个 杰克船长 就是 坐船 然后 经历杰克船长 和那个 章鱼怪打仗 那个是非常好玩 那个忘了叫什么 叫 是叫什么 忘了那个名字了 反正那个是最好玩的 那个是 是 我觉得在 嗯 迪士尼我玩过最好玩的一个项目 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但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有什么意义吗 对加勒比海盗 是叫加勒比海盗吗 就那个 电影叫加勒比海盗 加勒比海盗的 衍生的项目 然后就杰克船长 哇 画面非常的精良 很精致 很精美 然后我听说这个项目是只有 整个亚洲 只有上海迪士尼才有的 唯一的项目 就好多国外的友人都会来 慕名前来观看这个项目 这项目真的很精彩 而且我们这回 我上次和赵月他们去过一次了 这回 我们特意坐在前排 坐在第一排 坐在第一排 观感真的完全不一样 就是视野非常的开阔 像以前前面还有别人的头 就有点不入戏 这个视野就非常开阔 我感觉自己在开船 自己真的是身临其境 来到他们的战场 然后看着他打仗 就看到杰克船长 快被砍了就急死了 不要看 不要看杰克船长 要砍赵月 不要砍船长 对就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那个喷水 就是到那个 到那个中途的时候 那个我们是一个船嘛 经过一条小溪流 然后那个小溪流 会有一个炸弹 鱼弹 砰喷水 我们第一排 全部 就后面的还好 我们第一排就整个有被喷到水 感觉就像下雨天的一样 而且我跟赵月都商量过了 我们现在已经时间掐好了 他在哪个节点 经过哪个弯道 在哪个画面的时候会喷水 我们下次带一把伞 等到那个 就是我们要面无表情的去看 看的时候 等到数321 等到那个节点要喷水的时候 我们把伞一起撑开 然后再面无表情的 把伞收下来 是不是这个场景 是不是让人觉得很快乐 我怀疑如果有工作人员看到的话 肯定到校场 给我们点餐 我觉得这一段被拍到抖音上要火 真的不错 我们俩都已经想好了 然后 真的很好玩 我觉得 非常的给大家 大力推荐这个项目 一定要去玩 然后 而且我们 那条河的时候 会经过一个餐厅 去那个加勒比海道的周边的餐厅 吃那个鱼啊 吃鸡腿的餐厅 然后我们非常热情 你知道吗 我们在这边跟他们招手 我们上次就是 在那个 我们上次就在那个餐厅吃饭 我们上次那个餐厅 跟船上的人招手的时候 船上没有人理我们 后来我们觉得 不能够让餐厅的人感受这种冷漠 我们上次 在船上的人 就向餐厅的人招手 想让餐厅的人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结果餐厅没有一个人回应 就是我们感觉就是 自己跟自己招手一样 在餐厅的时候 只有我们招手 在船上的时候 也只有我们招手 结果这次我们学乖了 我们就也做一个冷漠的看客 我们做这个生命海洋里面的 小片舟上面的一个看客 我们再也不要这样 热情的对待这个世界了 我们对这个世界 已经丧失了感情 然后后来那个 那个谁 那个结果我们做的后排的是 一些日本小哥 五个日本小哥一排 死在那儿喊 在那儿像那个 像那个餐厅招手 嗨 什么 哈喽 你好啊 讲什么 反正讲一堆 乱七八糟 啦啦啦啦讲 好好玩 真快乐 反正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结果 餐厅的人一听到 是日本的可爱小哥 不行了 一个个 跟偶像开演唱会一样 纷纷站起来 说日语啊 我跟他讲 不会讲的 不会讲的一大堆 会讲 哪里 阿西巴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就跟人家 就想要让国际有人感觉到我们的热情 感觉到中国游客的热情 在那儿站起来 哪里 什么 还有一个中年大树 激动的不行 站起来 巴得亚鲁巴得亚鲁 我们在吃饭 密西 你在讲什么 我觉得人家感受不到你的热情了 阿姨大叔 很过分 阿西巴不是日语吗 不知道是什么 对啊 那个大叔就很热情 上次我们一帮漂亮小女孩 跟你招手的时候 你为什么搭理都不搭理我们 也说不定是想搭理我们 背旁边的阿姨就是 揪的腿都揪轻了 不要理她们 不要理她们 对 怎么看出他们日本人 因为他们在说日语啊 他们就跟他们招手 然后讲日语 怎么就看不出来 反正就是很好笑 反正就是让人觉得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就我们就是 看 然后还有一个项目 这是第一个项目 第二个项目就是 那个啥来着 第二个项目是 忘了 怎么什么 那破脑子呀 第二个项目 第二个项目是那个风暴来临 终于记得名字了 就是杰克船长的剧院 他的公演 对一定要去看他的公演 杰克船长的公演 然后我们一开始是在一个 像那种 欧美的剧院一样 不是欧美的剧院 像上世纪中世纪的剧院 是站着的 我们都是站着的 战区 然后他们在那个主舞台上面 先演一段 我一开始以为这就开始了 你知道吗 我说我等了半天 我说杰克船长不出来了吗 我说今天我专门冲着这个 杰克船长去的 我冲着C位去的 结果你跟我说他不来了 我等了自己被骗了 我说杰克也没跟我说他不来 也没有说发个微博 说今天公演我不在 大家好欣赏公演 没说我觉得自己被骗了 我就不想去 我就我想从站去出来了 结果我就 当时上次是上一次的时候 我说不想看了 走吧 杰克都不在 然后上一次后来结果后来发现 就演到 演完 他们演完了之后 就会把那个门打开 我们就进去 进去的时候就像我们剧场一样 是一个大剧院 让大家坐着 欣赏那个表演 后来我才知道 哦原来是个前作 原来这个是前作 然后这一次去 我们就有经验了 我就跟娜娜 然后那个 发卡和那个 裴喜儿 我们就 站在那的时候 我看他们就 看着就在等 杰克穿上什么时候来 我跟他们说 这是前作 就是大家给前作 男孩女孩们 一些鼓励 就是大家不要玩手机了 就是他们 上前作的时候 心里也很忐忑的 他们没有正式表演的机会啊 大家给他们一个机会 给他们点掌声鼓励 对 前作 这是前作表演 然后前作表演完了之后 我们就正式的进去了 因为我上次看过 我知道 一定要去第一排 去第一排的时候 视野非常的开阔 而且会有观众互动 有时候会拿到小礼物 然后我就 一嘖溜 像一阵烟一样 就窜过去 窜到第一排了 结果我第一排等了好久 他们好慢啊 他们才磨磨唧唧的 才来 我要把位置都给他站好了 拿着伞 把伞打开放在旁边 我说快来快来快来 对 然后就给他占位置 而且当时我不是找他们吗 我是先进去的 他们太慢了 我等不了了 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 有经验 知道在后排 在中排 和在第一排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没有参与感 我们要的就这种参与感 我们这种小粉丝 就是去过很多年的老粉丝 要的不就这种参与感吗 对 要的这种错觉 是吧 对吧 然后 我就 我就在第一排 对吧 我就跟他们招手啊 去找他们 我就站起来找他们说 我说喂 你们快来 我在这里 结果 有一个就是 另一个集团的海盗 然后就他想跟观众互动嘛 拿鞭子 就在旁边是车 然后用那个海盗鱼说 他说 再让我看见你大喊 再让我看见你站起来 我就冲你 我吓死了 我马上坐下 像个小Andre一样坐下 而且他 不是第一次整我了 我们在看前座的时候 我们在看前座的时候 就是同样的一个 这个海盗 他在旁边 就故意要开门的时候嘛 我就在等 就在那 被满怀期待的等 他就在吓我 突然一下吓我一下 我吓得 吓得退避三射 害得我都没有站到正中间的位置 我就吓跑了一下 然后再倒回来的时候 前面已经插队了有人 我就气死了 然后我就记得他了 下次去 我就再反吓他 下次他如果还在我那个地方 我就再吓回去他 我自己拿个鞭子抽他 拿个鞭子在旁边抽他 对 然后 后来就这样 而且我们在中 这个 这个剧也非常的好看 而且那个特技很华丽 还有那些微雅 掉来掉去 还有什么蹦床 蹦来蹦去 然后反正就是整个很华丽 而且他会喷烟 你知道吗 我们坐第一排 以前 坐在中排的时候 喷烟都没有觉得怎么样 觉得哇 好炫啊 就到第一排的时候 才知道那个烟 有多难吃 就整个你就要窒息了 就是太多了 那个烟太密集 睁眼的时候你看不见 因为他要转场 用那个烟来转场 你整个都看不见那个场景 你不知道在干啥的 你说当时就整个人要窒息 我觉得我要窒息了 我觉得我在 已经迷失在一片海洋里面了 太烟我苗绕了 我是找赵岳 赵岳坐我旁边 我都找不到他 我不知道旁边人是谁是谁 我就好怕 我怕这个烟就是 已经就是散掉了之后 我发现我已经被绑在舞台上了 我已经绑在舞台上 我是我已经是被选中的观众 我在那被一个那个杂气师蒙着眼睛 用飞镖射苹果了 苹果就在我头顶 完全感觉那个烟太呛人了 但那个烟是没有味道的 而且还挺保湿 就你喷到脸上的时候 不会是那种化学药剂 就感觉很辣脸 就感觉蛮保湿的 我怀疑里面就是 加了什么保湿成分 可能就是迪士尼有钱 这种那种烟啊 都是用那种神仙水 勾兑而成的护肤的烟 就对身体不会产生任何的伤害 对神仙水盘的烟雾 反正就是跟大家讲的 这个烟是无害的 反正也是很好看 这个项目也要推荐给大家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 这个整个表演结束了之后 杰克船长就要 跟大家再见嘛 又互动一下 然后就走到我面前来 走到我们面前来 然后就伸开手 伸了一个拳头 说什么 就这里给你们的礼物 你们被选中了 哇我们当时老激动了 我说这什么美事 人间还有这种美事 我就整个人非常的激动 眼睛瞪的有照须五个大 就整个眼睛眼珠子掉下来 我就很激动 啊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呢 我就很激动打开 他慢慢的打开手指 烟 什么都没有 不是烟啊 不是那个抽的那个烟啊 是那个烟雾 打开什么都没有 我气死了 然后他真的 哈哈哈哈小的 今天的编案结束了 我们 我们整个 然后发卡你知道吗 发卡超好笑 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满怀着笑意去拿 去看那个捷克船长手上的东西吗 结果发卡慢慢的 就是捷克船长打开手指的时候 他的笑将在脸上 他已经不会做表情了 我每个人都 哎都要回个头 叹个气发 整个人像卡戴了一样 像卡壳了一样 我默默地转过去 我看着他 整个人就感觉 不相信这个肮脏的事件 整个人受到了莫大的冲击的 没想到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剧情 他问我 他说你们上次来是这样吗 我说没有 我说我们上次来 那个时候我佩欣还没在 佩欣是后面来的 说我们四个人 我们四个人穿着裸 然后他说 还跟旁边的 旁边的那个 另一个海盗说 他说你看他们 好像从清朝来的 我说什么 谁清朝穿裸啊 我们跟你们这个衣服 应该是一个世纪吧 啊 我们这个衣服就是 还是很完美的融入了你们的世界观啊 不像吗 我们 他们那个 他们那个有道具吗 道具就是挂了很多那种 欧洲的宫廷服 我说我们这衣服脱下来 就直接可以挂上去 怎么就清朝了 你这个 你自己在这演戏 你们的背景 你们的那个 就是在什么年代 你自己考虑清楚好不好 你自己做一些功课啊 不要让这个观众 产生这样的 误解 对 我想跟大家上上课 你们这个加勒比海盗 到底是什么时期 到底是什么背景 穿什么衣服 什么服装风格 我都希望你了解一下 这三千字资料 我希望你熟读一下 再抄个五遍给我 很好笑 然后还有这第二个项目 然后第三个项目是什么 第三个项目是那个 小飞像 小飞侠 小飞侠奇遇记 也还好 也还好 小飞侠奇遇记 是那个 是就是你做一个小飞船 然后在那个 经过那个 经过一个场景 很像低龄版的 幼稚版的 小孩版的 那个捷克船长的那个打仗 因为他们也要 跟也要是什么好坏人 我们是也是在那看 然后看他们好人和坏人战斗 战斗结果就是皆大欢喜 怎么整个剧情的话 都一样 毕竟迪士尼的剧情都差不多了 很像低龄版的那个捷克船长的故事 就第一个 很像低龄版的第一个项目 不是小飞项 小飞侠 小飞侠 反正也还蛮好的 因为没怎么排队 排了两分钟吧 感觉物超所知了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刺激 不是惊险刺激的 如果你们带孩子的话 或者带弟弟妹妹去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对 就是小孩子应该会很喜欢 然后旁边的特效 旁边的特效也非常的 旁边的特效也非常的梦幻 那种闪闪的河流 那种噗哧噗哧的小仙女 感觉小朋友会很喜欢 对这第三个项目 第四个项目是啥 第四个项目是一个橘子瓣 不知道怎么形容 像那个游乐场的那种旋转飞椅 就是一个大橙子 大橘子 旁边有很多那种触角 然后上下上下 让它旋转 让这个触角上下上下 这个我以为会很刺激 这个也没有排很久 这个就排了二十分钟吧 因为人很少 我们上次排的时间老长了 因为人很少让我们 我以为会很刺激你知道吗 我是 我以为就是会那个 非常的刺激 我以为就像平常的那个 普通的那个娱乐设施 比如说世界之窗啊 欢乐谷啊 欧乐宝之类的 就很刺激 哇 非常快 然后转急速转 然后那个触角能够伸到最顶上 伸300米 再降300米 转超过音速 就没有欸 就还蛮缓慢的 也不是蛮缓慢 我们看 我们在下面看是蛮快 但是你站在上面的时候 就你坐在上面的时候 就觉得还蛮普通的 还挺好 但也挺好玩的 而且最搞笑的是 我们穿的是裸裙大大的砰砰裙 然后整个那个 那个就是那个 就是安全的 安全带是从中间这样穿上去的 就把我们裙子披成两半 穿着裙子很尴尬 然后那个鱼哥 他觉得他的鞋有点大你知道吗 他怕太刺激 他以为很刺激 他把鞋脱了 他说怕鞋就是能够飞掉 结果他的刘海都没有飞一下 而且最好笑是赵月 赵月那个裙子很砰很大 结果我们在空中的时候 他还是跟那个 因为他觉得不够刺激嘛 他希望我们的触角再起一下 他说他在念咒语 他说起 在高点起 结果刚说完那个起 迎面吹来一阵风 把他那个裙子吹起来了 掀起来了 然后别人 没有一个人在喊 只有他在喊 我的裙子 我的裙子 我的裙子飞起来了 我的裙子飞起来了 死 一手拽着裙子 这是我看到赵月这么多年 最娇羞的时刻 我的裙子飞起来了 我笑死了 对我的裙子没有飞 不知道为什么 这很好笑 反正是一个如果 你有特殊的嗜好 就可以带漂亮妹妹去 这个娱乐社会 为什么特殊的嗜好怪呀 搞得人很猥琐 对很猥琐 猥琐宅男 然后 这是第四个项目 第五个项目 来了 中头戏来了 第五个项目是什么呢 唉 急速光轮 我为什么要 哀声叹一口气呢 因为急速光轮 真的很急速 它的那个速度太快了 而且 我们上一次玩过一次 我都吓得腿软 我这次跟自己说 上次是因为我不了解 我对未知世界的恐惧 所以才让我这么害怕 这次我已经知道它的套路了 所以我一定不会害怕 结果这次还是依然腿软 而且 它是怎么说 它是一个摩托 然后你要整个人趴在上面 脚是跪在那个踩摩托的地方 背后会有一个那个安全座 给你这样卡住 但那个安全座很松你知道吗 就是其它可能就是 没有什么危险 所以它是那种 让你能够活动的 不会给你死死卡在那 就像那个刑犯一样 给你拿个枷锁给你靠着 不是这样 那是一个 有一定活动空间的一个安全座 就这样给你腰 然后这样压下来 结果它太怂了 我就很害怕 我就每次这样转弯的时候 但因为它很快 这样转弯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腰被甩出去了 我就觉得很可怕 而且我就觉得太吓人 而且你知道吗 我后来就是我在 从那个 经过那个急速光轮的轨道的时候 发现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 什么奇妙的事情 就是它那个轨道是在外面的 它那个轨道外面有一层 黑色的安全网 就有一层黑色的网 就兜着它 你知道吗 你懂吗 就是这是一个轨道 就是下面一直有一个非常大的 黑色的网 就这样兜着它 那它为什么 会有一个网 兜着呢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以前有人掉下去过 是不是 我的假设 是不是很正确 你就小心的去 你就要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你想一下 如果曾经 这里没有人掉下去过 为什么它的轨道上面 会有层黑色的防护网 为什么那个橘子 就是我们做那个橘子瓣 它没有防护网 为什么我们去做那个加勒比海盗 那个船 它旁边没有防护网 只有它有 那就证明 就算没有人掉下去过 也证明有掉下去的危险 那你怎么能够 就是能够就是确定 你不是那个倒霉蛋呢 我就不行了 我就其实我没有被那个速度吓的 我被我自己的想象吓的 我被我自己的想象吓的不行 你知道吗 越想越害怕 越想越害怕 我们在那个轨道上的时候 就坐在那个急速过轮上的时候 我就特别害怕 越想越不行 每次一转弯的时候 而且我那个安全座又怂 我说完了 我要被甩出去了 我要到那个黑王里去了 我要掉下去了 我要去蹦床了 就很害怕 然后我就被这个 比我自己还吓死 而且它在做的过程上 会在那数一二三 一二三 我又数到三之后 就停了 就完了 结果三 结果跟的是四五六 我说你又不是数一二三停 你数这么多干啥 我就气死 我都骂娘 你知道吗 我在心里说 你停下来 一直在骂 我说不要玩了 快停下来 就没有人听 没有人听得到 我觉得如果这个段能录下来的话 人家 人家那个 就是娱乐 就这个 极限光轮里面 是叫极限光轮吗 极速光轮里面 的那工作人员 得被气死吧 玩也是你自己要玩的 人家也没有夹着你的脖子 让你来玩 骂娘又要骂 对吧 你气人 就像真的犯偶像是一样的 偶像也是你自己要犯的 人家也没有夹着你的脖子 让你来犯 犯完了之后 又要来骂人家 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 跟你想象不一样 你在想象是什么 那你想象的是 那种温馨的娱乐设施 你就去温馨的娱乐设施好了 你干嘛去极速光轮里面 找温馨的娱乐设施呢 反正我当时一个人 在极速光轮里面 想到了很多人生道理 我开始责备自己 责备我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人 我明明知道他叫极速光轮 肯定是个刺激的项目啊 我又不喜欢这种刺 我喜欢这种刺激项目 既然我又害怕 我后怕 我为什么要来玩 而且我上一次玩过一次了 我为什么还要再来第二次呢 对不对 就很像某些粉丝 就是想要犯某种类型的 结果就是犯上了你 结果他觉得你不是 不是就算了 你就换一个就行吧 大家好聚好散 非还得要求你说不行 既然我犯了你 我想要 这样我想要犯这样的偶像 你就必须得给我 变成这样的偶像 你知道我给你付出了多少吗 你知道我为你 我为你在那 我为你就打call 喊得深思力竭吗 必须这样 不然的话 我今天就要在剧场里撒泼 骂娘不走了 笑不笑 所以我自己就检讨了一下自己 就不是极速光轮的错 是我自己的错 我自己在高估我自己了 对 我决定再去把那个小飞枪 再做两千多次 很快乐是吧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这样不对 不想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 然后而且我们当时没有排很多队 就那个极速光轮 以前要排老长时间队 这次我们完全没有排队 我们就是走了一圈就到了 然后来发卡他们 非还要再玩一次 因为没有人 他们要绕着再玩一次 我说你们玩吧 我在旁边看着他 我在那等 等他们一圈一圈的下来 我就看每个人形形色色的脸 都不一样 就像很像人间百态 有些人就是不以为然 下来 嘻嘻哈 好玩 再来一轮 有些人就是 下的腿软 还有人就是在那吐 没吐出来 就在那干瘀 干呃 反一个个的 人间百态 让人很有感触 对 就是怎么说呢 这很像人生啊 这条路大体是一样的 大家走的都是这样的路 经历的事情也大体是一样的 生老病死 爱恨成痴 吃喝拉撒 大家走的路 和经历的事情大体一样 但每个人的感悟 和每个人的承受能力 都不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 大家没有必要 就是以你自己的人生经验 来要求别人 以你自己的人生经验 去制约 去束缚别人 或者以你自己的经验 去教育别人 别人跟你想的不一样啊 比如说你就不害怕 你觉得一点也不可怕 你就跟我说 你去做 你这个就是 你这个就是胆子小 你这个可以练的 你再去做十遍二十遍 你马上就不怕了 我就 那我就会跟他说 我说我怕的不是说 怕这个速度 或者说 我不是怕他就是 整个给我带来的刺激感 我怕的是我自己 吓自己 我怕的是这种意外 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我害怕掉下去 我害的 我怕的是这一点 我怕的是个意外 那我怎么样 让我自己离开这个害怕呢 就是不做这个 或者说来一个专业的工作人员 现场跟我解释说 这个非常的安全 我们在这里没有出过事情 我们为什么在那兜一个网呢 因为漂亮 那我就信了 我信了之后 我发自内心的相信了之后 我就会去做这个 做这个我就不害怕了是吧 所以说 你又不了解我 我也不了解你 就大家不要彼此用彼此的 仅有的那些人生经历 去要求别人 去制约别人 去教育别人 这样都是没有用的 除了产生 就是思想上的碰撞 和思想上的矛盾以外 不会有任何的意义 对 反正到时候就一个人 在那看着三趟急速光轮 我就有了这样的感悟 觉得哇我这个人 还是不适合做这些 对啊 然后就做完了之后 然后这个急速光轮做完了之后 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就整个人 我本来就一天都非常的快乐 很开心很高兴的状态 做完那个急速光轮就只做了一圈 后面都在看他们几个座 我就不行了 整个人就整个人 像被蹂躏了一样 头发也整个糊脸 然后整个人不行 然后那个发卡说 他说我怎么觉得 你整个人像被蹂躏了一样的 我说对 然后我就用很悲伤的眼睛 看着他们 他说你被蹂躏了之后 你为什么要用悲伤的眼睛 看着我呢 我说因为我觉得 这是一个蹂躏人的项目 我觉得我被蹂躏了 我及时的退出了 但是你们被蹂躏了 不仅不悲伤 还很快乐 还要再被这个急速光轮 我们再蹂躏一次 我说我为你们感到悲伤 我这个很怪啊 是一个很怪的人 然后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他 我说我看你们做完了之后 我才我才告诉你 我说你们看 这个黑色的网 是不是很怪 是不是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结果然跟我说 他说因为这里有那些客人 表戴眼镜 他的鞋太大了 36码的脚 穿39的鞋 所以他的鞋掉了 他的眼镜掉了 他的那个项链首饰掉了 人从来没有掉下来过 可以了吗 知道了吗 我说哦 他说 然后那个旁边的工作人说 他说你看到我们那个网了吗 我们也不是什么救生网 也没有什么弹力 比那个捕鱼的网还要破 你这个网啊 就算你人掉下来 这个网也救不了你 你就直接从那个网 最多能够保你个全尸 保你不炸成肉酱 能让你的尸体在这个网里面成一体 其他的作用都起不到 知道了吗 好 我知道了 我说 谢这个工作人员在这里 现场亲情讲解 我以后再也不会做激素 激素光磊 原来那个网 根本就不会保护我 我本来想着 我说要不就 逆向思维 我下次去做一下 反正他有一个保护网 是吧 大不了 鱼死网破 我就在那网里面谈一谈 我再让人人给我救出来 结果我今天知道了 那个网根本保护不了我的安全 那我更害怕了呀 我只要一坐上去 我就害怕了呀 我就害怕我自己就是 从高空坠落 一滩烂泥 烂泥 然后结果被那个网兜起来的样子 我都能想象到了 这个工作人员 你有点太实诚了吧 我们在这么梦幻的迪士尼 你跟我讲这么现实的东西 你跟我讲这种血肉模糊的东西 真的可以吗 虽然这个话题 是我先提起来的 而且我是 我是还在这里质疑别人 对 还在质疑这个激素光轮的安全性 让他生气的跟我讲这些 对 反正我不去了 反正我不会再去 虽然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安全的 有没有 对 我不打算去 我害怕 我自己过不了我心里这一关 而且就像我 永远不会去蹦击 为什么不去蹦击呢 因为我知道蹦击很安全 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蹦击的时候什么 后面的扣子 后面那个安全扣 没有扣好啊 或者那个绳子断掉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我在想蹦击 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因为蹦击是去 在一个崖上面嘛 然后从海里跳 我想的是 如果那天风向不对 或者你这个人 就是太轻飘飘的被风吹的频率 吹的那个幅度太大 你一下子 叭唧 你撞到那个悬崖上了 你怎么办 你们没有想过吗 这个真的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你看这是一个悬崖 你从这个悬崖上跳下来 是不是 你看 你这是一个悬崖 你从这个悬崖上跳下来 你从它这跳下来 那风太大了 你太射了 蹦 你是绳子是没断 你整个人 你撞的 这下面是水啊 但你没有掉到水上 这个是壁 这个是那个悬崖的壁 你整个人蹦 你就撞到这个壁上了 你整个人就像一个苍蝇 被那个苍蝇拍死在墙上了 你整个人叭 你这样扒在那个墙上了 然后而且你要是从这个 然后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 你就从这个壁上面 慢慢的滑落 你保持这个大字 而且这个 这个壁上面 这个悬崖 翘壁上面 还有你的血痕 有一个大字的血痕 慢慢的滑落 你的一生就终结在这里了 你们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你们没有想过吗 蹦极真的很危险 什么意外都会发生啊 大家不要去了 我每次看到别人蹦极 我都会害怕 我怕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对 那说不定啊 说不定 世界上倒霉蛋 说不定多你一个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呢 而且还有一点 就算你侥幸 那天没有风 你也够重 你不会被吹到那个悬崖峭壁上面 那 如果 你 那个 不是绳子绑着你的胯吗 你从那个绳子上面弹下来吗 如果 如果 就是那个重力太大了 你的 下半身 你的那个胯 和你的上半身撕裂了 怎么办 你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绑脚吗 绑脚 绑脚那更危险了 脚踝那么细 我的妈呀 那这个脚踝那么一点点那么细 那这个脚 脚 你这个脚踝 跟你的那个小腿连根断开了 撕开了 你怎么办 你该怎么办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你可能一下子 不会死掉啊 你这个脚 就没有脚了 你这个脚掌直接跟你的小腿 跟你的脚踝分开了 然后掉到海里了 你就没有脚了 你就用小腿在那游泳 用个手 然后用那个小腿在那跑跑跑跑泳 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所以说蹦极很危险 人人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很可怕 我一辈子都不会去蹦极的 而且我可能 我蹦极不是被那种失重感吓的 我是被我自己的想象吓的 就为什么我这么害怕恐怖片 我都不是被那些场景 那么血肉蘑菇的场景吓的 我就是被自己的想象吓到 我太能吓自己了 我太能钻牛角尖 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所以就很可怕 很害怕 而且我以前看那个 我听 我以前还想过 就好像是看柯南看什么 有一个杀人案件 就是有一个杀人案件 就是在那个过山车上面 然后在过山车上面 杀人怎么杀呢 就是你在过山车那个 所要经过的轨道上面 连一根钢丝绳 很细的钢丝绳 然后那过山车 飘下去 头就从这 就掉了 对你是看的那个柯南吗 对云霄飞车事件 直接头就掉了 但我觉得这个很难操作 你说你连了这么一根钢丝绳 你怎么能确定 这个过山车上面 只有一个人坐 坐满了人 那你这人头收割的 太多不不不不不 就像那个镰刀 割那个稻谷一样 这一串都下来了 都不不不不 整个人头全掉 所有人人头都掉下来 感觉这个场景很好笑 感觉像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里面的 豌豆射手 打那个僵尸 然后突然发射大的不不不不不不不 连招 然后那个后面的僵尸 都不不不不 一个个全掉了 画面感很好 很唯美 是很唯美的画面感 很可怕啊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过山车 我很喜欢过山车 还有那种 还有那个什么来着 过山车跳楼机 我都非常喜欢 我很喜欢那种失重感 因为我小时候看那个 猫和老鼠的时候 每次就是那个老鼠或者猫 被彼此追的时候 他们追追追 它会跑跑得很忘我 然后就会跑到那个天台上 跑跑跑 结果就出了天台之后 在空中的时候 他还没意识到 他还会在这个空中 跑两只 然后突然发现 已经超过天台了 下面没有支撑的时候 就才掉下去 所谓是在想 我在想我们人 有时候跑得很忘我的时候 跑出天台之后 会不会也在空中这样 再跑两步 再一看啊 掉下去 然后再掉下去 所以每次我都很着急 我在想你有这个功夫 看看你有没有跑出天台 你没有这个功夫 再跑回去吗 就那么两脚的事 你再往后再跨一步 你再跨回去不就好 不可能吗 你怎么知道不可能 你试过啊 还说不定这人试过 对这个不要试哈 这个是 是电影 动画片 动画片是源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 和生活不一样的 嗯 对啊 不要试 瞧不起重力 我又瞧不起 可以在月球试一下 穿裤子啦 穿了牛仔裤 可以在月球试一下 月球不是 就是没有什么重力 你就可以在那想干啥干啥 我们 我昨天 不是去那个迪士尼 我还照月叔 我说我觉得 这些周边店啊 买了个超可爱的周边 我找到了我的手推 我找到我的迪士尼手推 我给你们看 超可爱 哎呀脚麻了脚麻了脚麻了 叫麻叫麻叫麻 我手推是 我手推是花木兰 但是是公主啊 我的手推公主是花木兰 但是我现在找到了我的手推玩偶 登登登登 好可爱呀 他叫 杰纳托尼 杰纳托尼 他真的好可爱呀 他像个小婴儿一样 你赶紧这样抱着他 哇 天呐 太可爱了 好有母性的光辉啊 太可爱了 嗯 看着他就心情非常的好 小宝宝 真的是小宝宝 小猫 他是小猫 小宝宝 他是一个画家 他用哪里做画呢 他没有手 你看他没有爪子 那他用哪里拉笔 然后用哪做画呢 他用他的尾巴 那尾巴占颜亮了 在那死画 你能想象吗 那些可爱的画 都是这个猫 撅着屁股画出来的 这个场景是非非常可爱的 真让人觉得太可爱了 就是撅着屁股的izo 撅着屁股的画 咻咻咻咻咻咻咻 好可爱呀 真好可爱 牠是猫 你看牠猫耳朵 它好像可爱的 而且这是赵月 这个是赵岳 从克罗地亚给我带的礼物 你比一下 这是我的杰纳托尼 这样比 是不是觉得我杰纳托尼更可爱了 赵岳说 他去迪拜的时候 看到一个东西 不是去迪拜 他们那个在迪拜转机嘛 他说在迪拜转机的时候 看到一个东西 觉得一定要买给我 跟我长得太像了 我一直是什么迪拜公主 迪拜王室之类的 结果是这么个玩意 都跟你长得太像了 就是以你为原型 画的 一定要送给你 他们侵犯了你的肖像权 这么个东西 侵犯了我的肖像权 哪里像啊 我儿子可能瞎掉了 带他去眼科医院好好看 哪里像吗 有像吗 他要笑 他在你在笑吗 没像吗 一点都不像啊 你们都去眼科医院吗 我给你们排个队好吧 现在去排队 去 走 太可爱了 这个太可爱了 我觉得很快乐 你看吃手手 吃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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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脚就 吃脚 吃脚 哈哈哈哈 踹 踹 打拳 练拳 跳舞 嘿嘿嘿嘿 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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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爱哦 太可爱了 很喜欢 这我的手 就我的手推 我手推的公主是花木兰 我手推的小偶像 小玩偶是她 解答托尼 有胡须啊 你不要 不要 没看清楚的话 不要随便的猜测我的解答托尼 胡须在这儿 看不到吗 这么大两根胡须 四根胡须 很可爱 呵呵 你们可以骂我 但是你绝对不能骂我儿子 是我的儿子 我陪着他一起成长 我把他养得胖胖的 对 很可爱 哦 而且他是新加盟 他是新成员 他是迪士尼的研究生 他现在也没有自己的 就是个人的故事啊 也没有什么背景 他连自己的那个 我昨天去搜他 他连自己的百度百科 都没有 他没有百度百科 简纳托尼没有百度百科 我已经决定 我要给他搞一个百度百科 我今天试一下 给他编一个百度百科 给他搞一个页面出来 对 他的百度百科是在那个 嗯 那个熊叫啥来着 就是那个米奇的玩具 飞 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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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叫达飞吗 对 达飞熊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简介 是在达飞熊 后面说 达飞熊非常详细的一页 他只有一句 他是达飞熊的好朋友 资格上花车 他连自己的走位都没有 他在下面给大家暖场 给下面 逗大家开心的机会都没有 真的很难过 我的杰纳托尼 他没有走位 他是一个没有走位的边缘 是一个没有走位的研究生朋友 别说 他没有亮相的机会 所以我希望以后 在我的 我和杰纳托尼一起努力 然后让他可以在花车前用 先拥有一个自己的走位 对 不用钢 他现在确实是还很新嘛 希望他自己也能够好好的表现 也让大家看到你的可爱 真的很可爱 好喜欢 然后我们那个 不是有很多公 我们去看了花车嘛 然后有很多公主 我要跟赵岳说 我说我觉得现在的周边店 就卖的那些东西 太没有意思了 太千篇一律了 如果要我卖的话 我就给每一个公主 都卖那种特定的东西 有什么公主啊 大家有没有 有知道的吗 不要讲她的名字了 什么 菲啊 加尔啊 我记不住 你讲那些广为人质的 比如说白雪公主 那个 那个 啥来着 贝尔公主 这些我才知道 我讲白雪公主啊 白雪公主做什么呢 白雪公主 她可以去开 农贸市场 就去卖那个水果 卖苹果 然后可以跟她们说 她说 我们这里的苹果 都是没有添加过 农药的 是纯天然污染的 每一个我都试过 你看我现在在这 火得好好的 是不是 白雪公主 卖苹果 太棒了 每个苹果 个头都非常大 非常甜 而且她说 吃完了苹果 可以和我一样 皮肤如白雪 头发像黑炭一样漂亮 肯定老多人去买了 那种美容苹果 卖那种美容苹果 还有什么 人鱼公主 人鱼公主就去开 那个 皮肤店 开那种美容店 就是专门做皮肤管理的店 对她说 来了我们这里 做皮肤管理 就把你身上的鸡皮 鱼皮 鱼鱼鱼 全都退掉 以后 你想要从鱼皮 就那种满是鳞片的鱼皮 蜕变成人类 白皙 光滑的皮肤 不需要再去找女巫 要牺牲自己的嗓音 去找脚了 只要来我们这个皮肤管理店 管理一年 管理一个周期 让你拥有像人类一样 白皙光滑的皮肤 怎么样 这个也非常的有幸福力 很不错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公主 还有那个 美女野兽那个公主 卖玫瑰花呀 卖永生玫瑰花呀 对 买了 然后让那些男的去买 让那些要追求女孩子的 男孩子去买 买了我们的玫瑰花 用这个玫瑰花 不管你的长相如何 女方都会为你倾倒 就买了这个玫瑰花 现在世界上就没有人 在乎长相了 看中的都是你的内心 怎么样 很不错吧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公主 难不倒我 睡美人 太简单了 睡美人 睡美人有什么 睡美人卖床垫啊 睡美人还能卖什么 卖我们的床垫 你可以像我一样 睡三百年都不会醒 除非遇到你的心爱之人 可以在这里睡到永生永世 而且睡在我们床垫上 不管你睡多久 不会老 不会饿 不会想上厕所 不会想喝水 更重要的是 没有人来打扰你 对啊 睡美人为什么睡在床上 我认为在很多年都有一个疑问 你睡在这个床上 你就没有想吃饭 没有想睡觉 没有什么上厕所的欲望吗 为什么呢 而且你 你这 而且我们这 就是你生理机能 不会下降吗 你的器官不会萎缩吗 你的肢体不会萎缩吗 都不会耶 我觉得就是因为它的床垫 所以买下床垫是没错的 灰姑娘 灰姑娘就开一个 那个 就是 家居 家居用品 就那种 平常买的那种小家居 用来扫 扫帚啊 波及啊 用买了我们的扫帚 买了我们的波及 你在灰里面 产豆子的速度 加快二十倍 以后你的后妈 在让你去产豆子的时候 你也不需要小仙女帮你了 五分钟产完 马上去王子的晚宴 怎么样 因为你知道 南瓜马车 南瓜仙女这种事情 不是每个人都能预见的 很幸运的事情 是吧 不是每个人的预见 那我们就先把自己 手头上的工作 做好 做好了之后 我们再去找王子 就很快 对 用了我们这里 用了我们灰姑娘波及 让你 做自己手上的活 让你在灰里面 产豆子的时间 缩短二十倍 让你 马上飞奔去找王子 怎么样 很不错吧 气死你的恶毒后妈 她对你的折磨 对你的欺负 都不算什么了 气死她 对 因为你很厉害 还有什么 花木兰啊 花木兰真没想到卖手 花木兰卖树胸吧 你们觉得怎么样 花木兰卖树胸 是不是奇才 你想想 花木兰 在军营里面 在全是男人的军营里面 藏了这么多年 都没有人被发现 那如果 不是因为天赋异禀的话 那就是树胸很好 对 这个树胸 而且花木兰卖这个树胸 的模特 就可以找在我赵月 赵月是使用钱 然后再找一家爱 一家爱是使用后 这个树胸就非常的有幸福力 然后花木兰就说 对 我使用钱是这样 使用后是这样 是什么 能让我混在男人堆里面 不被人发现 就是用了我花木兰铁甲树胸 就是这样 很好啊 花木兰卖树胸很不错 很有生意头的 商业奇才啊 还有什么啊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姑娘 还有什么 什么公主 Lady Go 冰雪奇缘那个公主 那卖冷影啊 这还用什么 这个太简单了 而且 大家跟你说 我们的冷影 不添加色素 纯天然 这是我吹出来的 对给他们说 好你这个要什么 要一碗冰雪风霜 这个我要一杯风暴 然后那个Lady Go 音乐一放在这个 发力发功 然后那个雪就 那个那个冷影就做好了 做好了就可以吃了 很不错 商业奇才 营销鬼才啊 营销鬼才赵雨昕 还有什么公主 拇指姑娘是吗 拇指姑娘是人鱼公 拇指姑娘是迪士尼的公主吗 是啊 拇指姑娘 不知道 长发公主 长发公主 那更简单了 开个那种理发店啊 对造型师 卖深发液 长发公主 卖深发液 简直太有幸福力了 就是为什么我的头发 这么长 又坚韧 她如果不是头发 很坚韧的话 她把头发放在 那个城堡外面 王子顺着她头发爬 她的头发都没有掉 她都没有变成秃头 她还是拥有头发 你想想那王子啊 她穿着铠甲 起码 一百六七十斤绑 那她爬上来 头发是受多大的力道 这样拉扯 结果头发还是 没有一点事情 说明她发 头发很坚韧 她头发那么长 长那么长 也不掉发 那就是用她的生发液 太有幸福力了 长发公主 用那个生发液 我天哪太好了 我觉得以后迪士尼 就可以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我的这些想法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天天卖那些玩偶什么的 就是 可以也可以卖 但是就是卖多了 人就会有 逆反心理 你知道吗 太逆了 就你卖的那些 我都有 就没意思 像我这样 另辟习近 而且每个公主 各司其职 互相都不抢生意的 对 因为他们的客户 都不一样啊 他们的受众群 都不一样 很不错 很好 叉公主卖什么 叉公主卖蝶 还能卖什么 卖蝶 四八公主卖蝶 不要再问了 我的小宝宝 卖蝶 我今天不是去拍米娜了吗 对 我们这几年在排练 那个过渡公演 但是我不会跟你们说 我们有什么 因为这是个 很棒的公演 保密 完全保密 只是告诉你们 有过渡公演 非常的精彩 很厉害 选曲也是奇才 大家就是集思广益 然后一起探讨 Unit也非常的棒 非常的不错 希望大家期待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学了三首歌 等会还要去排练 等会下播了之后要卸妆 卸完妆之后就去排练 学第四首歌 不会告诉你的 很不错 本来你知道吗 本来我是 我们unit是这样的 本来就是 啥来着 unit就是顺位前六的人 可以自己选一个unit 然后再让别的成员 谁想加入你的unit 然后我本来已经选好了 我说 我说 他说 那张雨昕你跳什么呢 我说 我跳 练丽时代 unit版 怎么样 是不是很不错 奇才 三个人站在那 就是三四个人 从各个方位窜出去唱 谁能够不爱上他 太棒了 太精彩了 真的是 我觉得 我都已经想好那个场景了 我怎么样呢 先是一个印度飞坛 在地上铺着 然后那个印度飞坛边缘 要翘起来 像一个盆一样 就这飞坛是那种 不是那种平的飞坛 是那种 有点糊涂的 像大波浪薯片的印度飞坛 然后飞坛上面 撒一些碎钻 撒一些宝石 撒一些那种 那种就是 乱七八糟 很花哨的东西 钻石啊 或者链子什么的 对 为什么要用碎钻呢 因为我们公司穷 碎钻不值钱 对 我的首推告诉我 碎钻不值钱 然后我们就碎钻 撒满 然后搞一些那种珠宝 然后我就躺在里面 躺在里面 然后另外的人就 把我抬起来 或者在旁边扭 给我看跳舞 还有别的也可以 也可以演那种 另一个就是演龙 我就演那个 在那个 金窝里面的公主 然后旁边那个 另一个成员 那个跳游的人员 就演那个龙 巨龙 然后龙把那个玩偶撕掉 然后跟我一样 变成公主 我们就起舞 一个是龙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勇士 结果我们三个 就是因为情投意合 不是三个 我们三个情投意合不对 然后我们三个人 因为有那个 有共同的爱好 热爱舞蹈 然后就我有很多金元宝 我就跟他们说 我们你要是不杀这个龙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 唱歌跳舞喝酒 然后把这些财宝分给大家 然后大家就跟我们一起唱歌跳舞 哇好棒啊 这个剧情 而且肯定是很性感 很抑郁很华丽 我现在躺在那个飞坛上面 很性感的出来 那么在四散窜进来 中间再搞点有的没的 比如说搞个威亚 把那个飞坛拽起来 我在飞坛上面跳 太酷了 太好了 我想了很多了 然后我刚有一个开头的时候 我就跟我们老师说了 我说 我一想到了 我跳什么 我说不行 不可以 不可以 不能 不行 我说为什么 反正是因为种种原因嘛 他说 他说你 你把它改变成这样 你有考虑过大同的意见和想法吗 我想说 哦 对 因为这个 轩利时代是大同的 大同给我们写的 我这样篡改人家的意思 有点感觉不尊重人家 我说算了吧 我就算 对 然后我就算 很气哦 你说如果 我说有机会 当面 面见大同 大家给我引荐一下好吗 我就跟大同讲一下我的想法和概念 我觉得大同 我怎么讲这么 天下大同 我觉得大同应该也能够体谅我 应该能够知道我这个想法 这个ideal很新颖 说不定他会给我想 还能够帮我改一改 对 把我中间那个剑奏改长一点 改对那种 中间 我还想过有一个场景 就是不是那个 吹笛子吗 那个蛇在那起舞 中间一段的时候 我就在那假装吹笛子 旁边两个美女 这边跳一下 这边跳一下 这边扭一下 这边扭一下 就像我在操控他们一样 就是我用金钱 我用欲望操控了他们 把那个欲望 用金钱 把这个勇士 把这个龙都操控了 听从于我 臣服于我脚下 就一开始看 我是一个正派角色 我是一个公主 就是被龙绑架回来的公主 躺在一个飞毯上面 和金银财宝在一起 就是我跟这个金银财宝 是一样等同价值的公主 结果最后才发现 是我 用利用这些珠宝 操控人心 我是欲望的女神 是你心中邪念的欲火 怎么样 我这个寓意一下子就上去了 到最后 到最后 而且要最后是不好的结局 你知道吗 到最后就一定要是不好的结局 我说我像花莉鼠 我哪里像花莉鼠 我不像花莉鼠 对 最后结局也不行 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个龙 和这个 那个王子 就于变成功 就是和我们一起跳舞 宰哥宰我 我就死吹死吹 他就像那个红鞋 穿着红鞋的女孩一样 因为自己的贪念 就穿着红鞋 一直跳死了 他们俩也是 因为自己的贪念 跳死了 跳死了之后 再来下一个 红鞋的人 又来跳 就又来 又来要抢夺我的财宝 就这样的人 一批一批的 因为欲望 而陷入深渊的人 因为欲望 而慢慢的致死的人 因为欲望 而慢慢找不到自己 找不到人生的人 迷失在人生路途的人 越来越多 就这样一个寓意 而且这个循环 是一个死循环 因为只要我 这个欲望的公主 不死的话 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 前夫后继 来寻找我 来找这个珠宝 对 哎呀我这个想法 真的太好了 就没有人听一下了 没有人对我的想法感兴趣 我这个 我奇才 我真是有太多想法的人 很气 讲完 然后我就讲完 我就把这个写 我就把它写 写了一个 一千字的研发报告 我就给上面传上 我就给他们审 审核 结果过不了 为什么呢 太真实了 真的太真实了 是未免有些太真实 我觉得 但我就想 就是这个世界 就是这样真实吗 对吧 少女偶像 不仅要带给观众 带给粉丝 带给普罗大众 就这种积极 正面 美好的东西 要告诉她 这个世界的黑暗 阴险 狡诈 肮脏 这样子她会 才会 因为有了这些 肮脏 狡诈 阴险的 对比 她才会更加的珍惜 你所能看到 你所能拥有的光明 你所能拥有的 这些积极阳光 正面的东西 是不是 就人是要有对比 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东西 像你 就是 一天 50块钱餐费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 啊 我这餐费好少 到你哪天 你那天餐费都没有的时候 你觉得 哇 好怀念 当年有50块钱餐费的时候 我真的好幸运啊 是不是 人就是要有对比 有对比 才能珍惜现在的拥有 我就是 有这样的概念 就是 你知道这个世界 是分为两个世界 一个理世界 一个表世界 就表世界是美好的 理世界是 哎呀不对 说错了 哎呀 开车了 不对 反正就是这样的 过去了啊 这个话题就过去 反正就是这样 反正我觉得 我这个想法很好 对 你要正能量 有正能量 你要有高深的寓意 你有高深的寓意 你要升华主题 我升华的主题 甚至我都你可以 这场公演 都按我这个线穿起来 结果 没人听 你看 主要还是操作上面 有些难度 我觉得 第一 你这个飞毯 你去哪找这么个飞毯 第二 你要大波浪 你那个飞毯上面 撒碗的碎钻 你又怎么躺上去呢 累不累 第三 你那个飞毯 飞上去 反正 但是我觉得是不错 这个寓意真的很好 可以下次 有什么特殊公演的时候 可以试一下 我都被自己惊艳到了 我想说 我这人 这是 不能想 一想 就是个奇才 根本没听懂 那你就是 再回去读两年书再来 这个 这么简单的寓意 操作不难 大不了 我就 把那个 飞 掉微亚改了 改成 大不了 你说那碎钻蓝 是吧 我搞成玻璃珠 如果你说 掉微亚飞上去 表明它是个飞毯 难的话 那我就在飞毯上 吃印度飞饼 表明它就是个飞毯 怎么样 很简单啊 很好玩 很简单 你说 吹笛子 吹那个笛子 然后那个蛇在那跳 难的话 不难吧 咱们在那扭一扭就行 那我就变成了我 那如果说 我在那吹笛子 然后旁边的 那个 人在跳跳跳 你觉得寓意太难 太深刻 就是想不到 太隐晦的话 那很简单 我就变成老马 我在那喊节奏 一大大 二大大 三大大 四大大 你好好跳 你跳 然后就跳死了 怎么样 真的不错吧 很不错 真的很不错 反正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过渡公演的unit不是这样的 因为已经被驳回了 但我的 但我又选了一首歌 但不能告诉大家 这回的unit 也想搞个剧情 不想那种很普通的上面跳个舞唱个歌什么的 我觉得大家这么多年都有些腻了 这次我想以剧情为主 也是想要反映就是那种社会的黑暗面吧 结果我的 结果我的那个unit去 一上台 我拿着大斧头 把旁边人砍死 然后那个血泽出来 然后搞一个木布 假装有血 就搞一个那种木 然后打着那种光 大家都看不见脸 就像那种我汽油奶一样 打那种逆过去的光 逆身影的光 然后真的砍在那砍着那个血 撒在那个木上 就旁边有人在那 在这撒那个血 然后假装把它砍死 撒在血上 对反映社会黑暗面 反映杀人狂的黑暗面 病交戏 对得不到就毁了他 对就很不错 万事结构也可以搞一个 不错 我现在把我的想法都告诉大家了 没事我还有别的想法 我想法太多了 我这不能动脑子 我一动脑子 我这宇宙都装不下我了 很好很不错 而且我们这几次去那个 去那个十字卷 我都不知道是十字卷 星空眼一点感觉都没有 星空眼叫十字卷 十字卷还是十字卷 就是这样吧 现在临时给你想一个十字卷 是吧 就是我们是套餐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套餐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只知道掠夺 只知道索取 不知道感恩 不知道珍惜 然后把世界上做的东西都啊哇哇吞 吞在吞在肚子里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要追求什么呢 追求 追求那个是 我们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最喜欢吃的是时间 我们要吃的是什么样的时间呢 是大家觉得美好的时间 是大家虚度调的时间 所以你们就 石墨膜 这个很像石墨膜的设定 不行就抄袭了 其实如果叫十字卷的话 十字卷的话可以搞一个石墨膜的设定 是叫膜吗 是叫石墨膜吗 你们知道石墨膜吗 石墨膜就是 石墨膜就是一个在梦里面 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 然后它是一个怪兽 它会在晚上你睡觉的时候 把你的梦偷掉 怎么样 很不错吧 是啊 时间的石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们搞一个怪物 就很像石墨膜 我们是石墨膜的兄弟姐妹 从你给它设定一下 我们叫做时间膜 我们叫杀人膜 别的怪物 然后他们石墨膜不是吃梦吗 那我们就吃时间 吃的是什么样的时间呢 吃的是你觉得珍贵的时间 吃的是你 就是 美好的时间 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想不起来 就是随着年纪的增大 你越来越想不起来 能够让你快乐的时间 就想不起来以前的那些快乐的事情 能让你快乐的时间 越来越少 是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肮脏 你看透了这个世界 是因为我们这些 套餐 把你这些美好的时间都偷掉了 都吃掉了 都吃光了 所以让人类就要来打败我们这些吃掉时间的怪物 这就开启了这篇大陆新的篇章 哇 不错耶 或者我们这个要套餐 不吃你们觉得美好的时间 而且最搞笑最关键的是一个结局 就是最后人类 把这个套餐 就是这个怪物 杀掉之后 就偷你美好时间的怪物 杀掉之后 发现你能够感受到的这个人间的美好 能够感受到快乐的时间 还是越来越少 你现在才知道 并不是说有怪物吃掉了你美好的时间 而是你自己 越来越不容易感到快乐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你才要更珍惜现在得到的一点一滴的美好 一点一滴的快乐都得之不易 因为越到长大了以后 你能得到的快乐越来越少 你看 哇哦 这整个故事非常的完整 怎么样 非常有意义 而且临时想的耶 用了三秒 很不错 还有一个 还可以对青少年有警醒的意义 就是 我们吃时间的这个怪物呢 他吃的不是你觉得美好的时间 吃的是你虚度掉的时间 就把你的一身虚度的时间吃掉 你在打游戏的时候 你在 你在走 走神的时候 你在无所事事 游手好闲的时候 你的时间一下就吃掉了 你就会发现 就可以搞一个那种场景 一个人打游戏 打完了游戏 打完这一局 哦赢了水晶推倒了 一下变老了 一下子从18岁变成了80岁 因为你这一生都是无所事事 你这些意义 你这些时间对人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对你自己也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就就因为被判定为没意义 就被我们这些爱吃没有意义时间的怪物吃掉了 就这样也是很有警醒作用 警醒青少年就告诉你 要珍惜你现在美好的时间 不然你一眨眼你就老了 老了之后再回想起来 哎呀我的这些时间都去哪里了 难道是但是又没有妖怪吃你的时间 就被你自己虚度掉了 对怎么样都很不错哎 这两个梗都好好 我好厉害哦 时间都被你虚度了 所以我现在要下播了 时间都被我在直播上面虚度了 时间都被你花在看性感女主播上面了 真不错呀 怎么会有这样的奇才 对如果我是这样是我的一个建议 但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有别的方向 如果就是想要搞 但我这种如果是按我这个感觉来的话 就变成一个暗黑系的公演 感觉不对 我感觉我们新公演应该不是暗黑系 我看那个宣传片 但我们自己现在都还不知道 我看了宣传片好像不是暗黑系 也不知道是啥系 可能是国风系吧 我觉得那如果是国风系的话 或者是别的风格的话 那我那故事就太不适用了 我是红色系 我的第一个风格是暗黑系 第二个是红色大系 警醒青少年 不知道是啥风格 现在不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都在都在那个 准备过渡公演 新公演现在还只是一个概念吧 因为其他队嘛 S队不是也要准备新公演 等他们准备完了应该猜到我 现在只是一个概念 一个轮廓 一个想法而已 过渡公演 要快啦 很开心 而且我们这几次去迪士尼 总是会遇到一些怪事 就我上次跟照约他们去的时候 也是 就是我们打车回来嘛 打车回来的时候 在路上 刚准备开 我们遇到碰瓷子了 我们打了一个车 然后我们遇到碰瓷子了 然后那个碰瓷子 太好笑了 真的太好笑了 还就是 他我们车开在前面 他车开在后面 然后我们这个车停住了 刹车了 然后他就是撞了我们一下 我们的保险杠 但是那个我们车的保险杠 完全没有事情 然后就下来跟他说 然后我们的司机就说 就跟那个 后面那个碰瓷的人说 他说没事 我这个车没有坏 保险杠都没有撞到 破皮都没有破到 都没有擦伤欸 一点事没有 我们就走了 没事不用赔了 然后那个人说 谁说没有事啊 我的车撞坏了呀 你刚才就是因为你停了一下 我的车撞到了 你看我这个车灯 这都擦起擦起印子了 我这车灯擦起印子了 对我这个影响很大的 我车灯擦起印子的话 我这车灯打不全 打不全 我看不见前方有什么危险 对我生命影响 影响我要是不小心 生命影响了 受到伤害了 我们这一家人 就以后都靠你来养 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吧 然后说啊 给那个司机气死 他说我都没找你麻烦了 你这反过来 要碰我词找我麻烦了 不是追回来 就稍微碰了一下 也没有怎么碰 就是我们准备开车的时候 就发动的时候 然后反正就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讲不明白 讲不清哦 就是有理说不清你知道吧 然后来就找了交警 我们司机也气死 他不想跟他说 然后我们找了交警 把交警叔叔 哪鬼 交警叔叔第一句就是 跟那个后面追尾的人说 他说没事 你没有碰到 这个车没事 他说等他有事的时候 我们再联系你 再看怎么索赔吧 然后那个追尾的人说 交警师傅 交警先生 你真的说错了吧 我怎么给他赔啊 我要找他索赔 是他碰到我了 你看我这个车都挂坏了 我都碰到了 他说交警说 他说我看到行车仪了 明明是你碰到人家了 你咋还要给人家 让人家赔啊 他说 那这个道理不是这样的呀 他不动 然后我不小心碰到他了 那所以就要他索赔 他不动的时候 他总不会跟我说一声呢 我以为他要动了呀 这就是他先动 他先不动的 我只是正常的行驶在 我应该行驶的道路上 我碰到他了 那这不是他的错吗 他为什么要阻碍我行驶的道路 在前面成为我的绊脚石呢 那我撞一下绊脚石 不是很正确的事情吗 我说哇 这是一个逻辑奇才啊 这个人就是 他有这个口才 他有这个逻辑 他有这个思维 他就干碰瓷 可惜了 我是觉得 真的可惜了 然后来那个 交警也没办法 交警说那我看一下 就有理说不清 他说行 我看一下那个灯怎么样 他一看那个灯他说 你这个灯蹭了一年了吧 直接说 你这个灯上面蹭的这个痕迹 你一点都很厚了 都已经黑了焦了 蹭了一年了吧 那个那个那个师傅没办法 他说是蹭了一年了 这个灯上面是确实不是他蹭的 但是但是我这个车如果出问题 还是得找他陪 他说你这不是没有出问题吗 等以后出问题的再找吧 行吗 就是安抚他你知道吗 就是以不变硬万变 司机就说行吧行吧 只要自己今天失败了 就回去慢慢的说 他说这个车 现在你看着是没有问题 但我们这受的是内伤 保不起 我等会开个半路上 他的零件就碎掉了 整个车就零件都崩掉了 崩开了 爆炸了怎么办 然后那个交警也没办法 他说等你零件崩开了 等你这个车爆炸了 你再来找我吧 我在这等你好吗 走 然后就走 你说气人不气人 人家就走了 走了就回去了 我们就回去了 回去就开车 然后后来这一次 又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但这一次不是碰瓷 是真的撞到 而这一次不是在 就是刚开车的时候撞到 这一次是在那个 就是快到了 已经到我们生活中心了 然后他 然后这回换角色 是前面的人 有一个车突然停下来 我们崩 我们撞上去 结果就是一顿弄不清了 然后我们就 也不知道回来那个司机怎么办 然后我们就回去 我们就 因为太累了 我们就先回去 每次都会遇到这种交通事故 很危险哦 太危险了 但还好没有 都不是什么大事 都在那个 停车的地方碰到 还好 嗯 要下播了 而且我们 我哦 对对对 我忘了我去迪士尼 看了又超好笑的 就是 在迪士尼的小孩子嘛 不是被他的父母 推着那个小车 来迪士尼嘛 然后给他喝东西 他渴 给他喝东西 喝的是那个奶 奶嘴 喝奶嘴就算了 这个奶嘴里面呢 就那个奶瓶是透明的 然后给他喝奶瓶 奶瓶里面呢 有一个非常精彩的 做料 佐料 枸杞 两岁的小孩 坐在那个婴儿车里面 被他妈妈 推着去迪士尼 喝奶 奶里面带枸杞 两岁的小孩 已经会养生了 我和赵月一人 喝了一个可乐 打了一个罪恶的格 打了一个短命格 你知道吗 当时觉得自己 输在了起跑线上 养生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我们决定了 以后回去 只喝燕窝 喝水不喝水了 喝燕窝 喝枸杞 吃人参 以后看电视 不嗑瓜子 嗑人参 把那个人参 当瓜子嗑 占量 用人参 蘸酱吃 当我们的保健零食 小零食 我跟你讲 小零嘴 真的很好笑 现在的妈妈真的是 不想让小孩输在起跑线上 不管是哪一条起跑线 不管是养生的起跑线 还是学业上的起跑线 但是我想跟这位妈妈说一句话 虽然你说不能让小孩输在起跑线上 是一句非常励志的话 但它有一个很巨大的bug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小孩 根本就不惜的跟你在同一条线上竞争 人家从小他父母就开着车 已经到达终点了 人家不需要从这个起跑线 从这个起点一路跑过去 人家不必要啊 只有你自己在跟自己说 我们的小孩不能坐在起跑线上 强身健庭参加各种培训班 人家小孩学英文 我的英文班要报多少个 要报全国最好的英文班 人家去找全国最好的老师 人家小孩直接飞去 飞去那个夏令营 飞去外国 飞去美国 飞去英国 学了一口流利的伦敦腔回来的 对 人家不需要跟你在一条线上 人家开车走了 是不是 就这句话 说到鸡汤的话 这种鸡汤就很容易让人反驳 就是让人好难受 但是这种 这种鸡汤被反驳之后 觉得心里很痛苦 这就是人生不过 很痛苦吧 现在几点 八点了 好了 要下播了 我要去排练了 拜拜 拜拜 拜拜